大家好,歡迎收看市基金中午直播 我是豪德,今天是9月22日 由於技術原因,大家看不到我的樣子 不過都不要緊,最重要是聽我說到的東西 一開始,照慣例講講市基金最新表現 截至9月18日,應該是上星期27.33% 當然,這次市場越來越挫 看昨晚歐洲有第二波,連帶美國那邊又怕刺激方案未必過得到 令到整個市場都很差 看看昨晚CCMP OK,不要緊,回顧美股 美股先講,昨晚歐洲又跌得很強,跌成3-4,德國最差 美國就這樣看收市又沒什麼事 但中間都嚇倒你 Dow Jones Elon的舊經濟開始威風 其實昨晚都是撒下來的 最慘痛應該是11點左右 Dow Jones跌成3點多%,連納指都跌2點多 這個都不是最驚恐 最驚恐是什麼 就是 其實除了一些 即股票 那個表現差 年代其實很多 SX Class 表現都很差 包括 金 昨晚也是有少少風起雲湧 金是三日圖 你看到 昨晚一插下去 港股收了市 美股開始 早段跌得很強 金一下跌了60多元 跌了0-2-3% 最後才爬回去 守住1900 跌穿 低位是1880 金就慘了,但銀仍然更慘 基本上 SILVER 你看銀 低位沒有了10%左右 你看 26-27元跌了去 24元跌 跌破了24元 你看到昨天 整個情況 不單是Bitcoin Bitcoin 就算我自己沒有買 我都有看 Bitcoin情況 因為都 都反映了市場的 Vis 亦是大跌 連油 但油又特別一點 因為 供應上高 有些調整 使得市場 突然看得淡一點 你看到 OK 當然 是一個很傳統的Vis 所以看到Vis 債息 都開始動 所以昨晚都幾驚險 不過 用真說 我有些大膽 這是Vis 昨晚 Vis 都滄上 然後 收了市場 就好一點 OK 但你見到 其實我昨晚都有點大膽 就是沒有走 當中 比較神奇地 你看到 其實都 即是有些亮點 我自己覺得 就是 你看回昨晚美股的IGV 其實 後段 其實 基本上市場 爬得翻 但是 比較神奇地 你看看 IGV 就是美國的 Software ETF 年代 其實你看回 NASDAX100的表現 都差不多 如果你看回昨晚 比較SMP SMP 反映大市 白色線是IGV 黃色線是SMP 其實你見早段 即是跟了市場跌一跌 其實後段都爬得翻上去 挺厲害 所以你見到 昨天 NASDAX100 其實都算是硬正 正常來講 這樣的形勢 都是偏淡一點 不過 我自己個人的判斷 似乎又好像這個位 是否應該再沽下去 好像有些 有一點而拿過 你看到納指其實都跌了8隻 昨晚最差的那下 當然跌成10隻 更加誇張 港股去到24,000 昨天我都有交代過 其實我都 亦減遲一些 雖然我有部分 一些正股 有加回倉 但指數我都 有些對沖 昨天去到24,000 我都停一停 因為好像有點誇張 不過始終市都可以繼續跌下去 我是有一點不忍心 不過另外 科技股昨晚 你見到 開始 第一日有些回勇 少少 你看看Zoom Zoom其實都沒有回過 其實科技股當中 都是指數的比較差 以我理解 坊間很多行家 都是不停刪斷 index 指數 所以你的FANG ANG 就大件事 大件事 但你看看Zoom 基本上已經回到 之前那個位 468元 當日 457元 剛剛說 大家還要很關注 李嘉誠 1000多億 其實Zoom 已經闖身高 我也覺得有一點傻傻傻傻 那天 大家記得 450元 衝上去 那天我都有沽 現在回望中間 好像賺了 但 你看看 資金其實都可以回來了 所以 其實是否真的那麼差 要小心 我之前說 科技股的弱勢 是否真的那麼明顯 現在大家突然 一說回疫情 錢又發覺 不如也不要說舊經濟 買回新經濟 但你見到 這個參考的 CCMPIND的圖 我都重新說 似乎那個格局 跟之前都是差不多 我講過 每次都是回調大約5% 4-5% 你看看 由9月頭的高位 當然中間 Nestat就差一點 但其實都是大約 在這個Range 4-5% 所以你說是否科技股特別走弱 其實就不是 可能跌加了 因為令市場比較差 甚至乎你看看港股 我想說 港股 恆子 剛才說的 銀子 今個月計 其實到現在跌了5% OK 但如果你看看 這個 我們 港股的科技指數 這裡 按出來給大家看 港股的科技指數 Month to day 跌了3隻 所以其實港股都出現的情況 其實就算你說今個月 所謂科技股很差 其實 科技股暫時都還是跑贏 這些 整體大事的板塊 好 說一下我整體的策略 昨天就說忍住不沽 所以 我都還有八成倉位 昨天殺下去那一刻 我都有點心寒 說真的 但我覺得 從好的方面想 九月都殺了一輪 十月大選 尤其是美國 因為大家 某程度都是 比較跟美國的風向走 美國十月份 是否應該 至少政治上 有一點 利好一點 當然 這個真的是靠股的 我自己覺得 沒有什麼科學根據 始終 政治 有因會多一點 在十月份 所以 這輪的細藥 我可能 都會跟著 要減少一點 但是我很輕力一點 所以我昨晚 比較大膽 沒有沽 如果昨晚沽了 就 左一巴 右一巴 都很慘 OK 好 講了大事 今天 我專門留多一點時間 給Kalvin 因為 大家知道 我提過 今天 文章都出了 明報 大家可以支持 我 每個星期二的專欄 就是 今天 就講了 再頂醫藥 九六八百 一講醫藥股 當然就要找Kalvin 好 謝謝Kalvin 大家好 再定醫藥 明天 最後一天 可以營購 其實 我覺得 水位 不是很多 因為這些都是 二次上市的股票 沒有那麼 二來 入場費 破了歷史新高 落響 和 明月雲 都拿了很多資金 所以 要買這些 可能 資產會 只會用現金 去自在參與 昨天 都看到 SideLab 股價都跌了7% 這個IPO 應該都跟著 美股的股價上升 所以 之前 估計最高 640 有8元 應該是500多億市值 現在可能 500 也很大機會 如果看這間公司 有大股東就是 啓明創投 啓明創投 之前也有投過 很多大的公司 小米美團 Bilibili Tiger Mac 啓明醫療 Casino 都有投過 沒有什麼特別 可以說 這方面 所以 都是留意 美股的股價 如果要說 可能說 公司本身的 Fundamental 看這些 醫藥股 最重要是看 它的Pipeline 這間公司有什麼特別 就是 它的 business model 是很特別的 比起其他公司 它是一個 算是比較成功的 我們叫 In License model 其實它們會用 第三方的授權 賣了別人的專利 然後 如果是 再定醫藥的話 就會在大中華地區賣的藥 你看到 它的商業法規 都是在大中華地區 你看到它有合作的公司 賣了的授權公司 也有很多間 只有10間 這裡有參與 如果你看回Pipeline 你看到它有些藥 美國已經批准了 但 其實那個銷售跟它沒有什麼關係 因為它是在大中華地區賣 所以你看到 中國區有些 升的 它才有錢收 真的 如果我們看Pipeline的時間 看看Bio的長度 看看它去到第幾期的產品 你看到 都有6、7個產品 已經到了 很後期 所以這個爆發力 就不可以看少 如果是再定醫藥來講 你看到它除了有In License 找其他公司的授權之外 它自己也有嘗試研發一些藥 不過是很前期 所以這個 這個 它也沒有怎麼說 是做什麼的 只是告訴你 是腫瘤藥 這個CD47 也很熱 不過是很前期 所以沒有什麼可以留言 另外它有做 除了Enchology 還有一些抗感染 也很後期 看到一些 自己在美國上了 然後大陸會註冊 今天就主要想說回 它有兩個重點的產品 第一個就是 主要是做卵巢癌 其實已經批了 已經在賣的產品 我們叫做 一線 即是first line 以及second line的治療 一線治療就是 一線就是 一開始 你醫這個卵巢癌 會最先用不到的方案 這個一次不成功 才會做二二線 之後 都不成功 就會有晚期 你看到一二線 都已經出了 這個產品 如果你看回 這個叫做側落 Certula 如果你看回IPO 那裡有說 其實這個 這個產品 其實市面上 暫時只有兩間公司 有一間就是阿斯利康 另一間就是 它合作的GSK 其實是一間公司出了 這個藥 再頂便會獲得大陸的授權 你看到 其實 有甚麼特別 就是 它在一線 任何的 什麼status 都可以 只用 他那種藥 Sertula 叫尼拉帕利 只可以用他那種藥 就 已經治療了 因為你看到 阿斯利康那種 可能要跟其他藥 才能治療 所以 就會造成一個 可以 面對著 有那麼多的患者 可以用到它的產品 換句話說 Sertula這隻藥 其實是比阿斯利康那種藥 更厲害 那種藥 所以如果是 接下來 如果你看到競爭 其實都沒有很多公司在做這隻藥 因為 卵巢癌 其實 那個 市場 不是比起其他肺癌 胃癌 那麼大 一年可能只有五萬多個病患者 你看到現在有四、五間公司 最大競爭可能是 Hangwei 以及 Beijing 你見到Hangwei 已經 Apply了 然後 Beijing 已經是尾短 所以 但我也覺得 再頂這隻藥 它在卵巢癌方面 都會做得很好 因為 剛才說過 第一次的 可以依照不同的方案 都可以用到它的藥 所以我們會看它的市場份 應該會大一點 也猜它 可能三、四年後 這個卵巢癌市場可能有70億港幣 如果它拿到三、四成份 也有20億 不過也要留意一件事 就是剛才說的 這個in-lice model 有些風險 就是 一來 好處就是 因為你買別人的 license 就可以快點批 你快點批 買一些比較後期的 產品 所以有成功率也會高一點 那不好處就是 有機會這個授權 可能 未來會沒有了 或者 原言那間公司會拿回 另外 你沒有了 好像Innovine那種 你可以 將自己的產品賣去外國 或者賣給其他公司 我們叫做out license 沒有這個機會 另外還有一件事就是 這些授權給你的公司 可能 那個power會大一點 可能他想在大陸 連在大陸要做臨床的決定 可能控制權都是他 剛才說了第一種藥 就是做卵巢癌 他可能會有胃癌 那些適應症 適應症 都不小的市場 所以都可以留意 另外 他有一個產品也挺特別的 就是 其實是一個 叫做 Device 他叫做optume 就是用電腸的方法去醫癌症 他會用一些特別的 不同強力的 我們要說的 frequency 然後用電腸去 阻止你的癌細胞分別 其實這個治療就是 他現在市面上批了的就是 醫癌癌 你看到他會貼在頭上 然後做那個治療 這個有什麼特別 就是因為他 他接下來有很多 三期或者關鍵期 都看到他有很大的適應症 有肺癌 有胃癌肛癌 都可以醫治這個方法 但我未知他用什麼方法 不是放在頭上 到時應該是用其他方法去做這件事 因為這個產品本身就是 這間公司Novo Clear 應該是2015年那時才批 在美國那邊 其實市面上只有他在做這件事 所以那個想像空間會大很多 30年就估計 用這個 產品可能會有 大陸會有100億的市場 現在他這個產品 都在外國都已經用 剛剛香港 其實在頂已經賣了這個產品 上年就做了差不多4000萬的收入 這個產品有一點不好 就是他太貴了 可能 一個月要10萬元 不是很多人可以付出這個錢 但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很創新的科技 因為你用這個方法去治療 你就會少了很多 創新的效果 即是你用花療 還有一些輻射的 副作用 好像會吐 有很多地方會痛 這個方法可能會避免 就要看回他未來的定價 還有 未來的市場怎樣看這個產品 還有他要看回這個產品的成效有多大 所以整體來說 你看這間再做醫藥 因為他in license這個model 有好有不好 其實in license要付很多 upfront payment 然後又要付一些mile stone 所以在資金流方面 都很重要 要忘記這間公司 還有他上了市 很大機會 有空也會做一下配股 你要錢才可以 買到一些新的授權 你看看IPO 其實他都有四分一的錢 都是用來做這些投資 其實剛剛上升的時候 他在美國 不是 今年美國 那時候的股價其實都不錯 不過 在B股炒得很好的時候 他都 都很多 都很多人在那裏賺到很多錢 你看到他今年 股價都升了很多 升多了一倍 長遠 長遠 我覺得 值得去留意這間公司 因為他有一個特別的model 你看到他那個pipeline 所以你都看到他的爆發力 都可以很強 可能可以每年都可以有 一倍以上的增長 這四五年內 現在他的市值是400多億 跟信達生物都差一截 信達生物都差不多900億市值 北京更加不用說 2008億市值 所以我覺得這間公司都可以去看 因為他可能三四年後就會變得很大 短期就可能要看市場的氣氛 因為現在這個sector 暫時還是有點弱 比起其他科技那些 這間公司做得好嗎 就好看管理層 在銷售方面 因為In License 很注重銷售團隊做得好嗎 另外有人問過啟鳴醫療的看法 我很短地說一說 啟鳴醫療其實 他之前我說過 都是做TAVR 即是那些心反導管的產品 其實他現在在大陸的市場份 應該有六七成 應該在下半年 都會有一個很好的recovery 所以這個股價 都應該短期內都不差 但是有一個risk 就是 有些新的competitor會來 例如有間Edward 還有Microport 都有他做TAVR的產品 可能這一兩年內 還會有個spin-off出來 所以 他會在這個market share 會有一些壓力 未來的話 還有這件事 都是要砌製產品的質素 到時就會知道 其實這件事 主要是這樣 OK好 謝謝Calvin 每一次Calvin出來 大家都反應 很熱烈 而且我看到即使在這裏 稱讚 Calvin 好像說話越來越厲害 OK 不過我都補充少少 我們有說過 再頂我們就沒有參與IPO 而現在 其實這個 啟名我們都沒有 OK 好 最後 當然要抽時間 回答一下大家的問題 先清理一些積壓的問題 OK 有一個朋友問 2269 這個若明生物 分刷完是否可以利好 分刷大家都知道 測細 其實不是分刷 是測細 應該是一刷三 變成入場門檻低一點 流動性會好一點 短線技術是好一點 所以你見到這兩天 其實某程度的股價都反映了 還有一個問題 問得挺好的 不過 他問一下 YouTube OK Gary Yip 問 A股藥是否跟流動性有關 我之前在我們直播都說過幾次 我自己留意就是10年債息都是抽高偏緊 大陸就是缺錢 由於內房的控制 繼續加上這輪 發債都多 資金面是緊一點 科技股指數走勢不大OK 我覺得 都是重複我自己看法 不是大轉勢 雖然 其實回了很多 但我覺得如果你的倉位是合適的話 我自己也是 你問我 如果大家有留意 我都沒有特意減科技股 這段時間 Alvin Ly 第一他叫我好得哥哥 都真的很開心 很多年沒有人叫我哥哥 我通常叫我叔叔 OK 他問得挺好的 他認真地說 他問 為什麼買信義光能就不是信義能源 為什麼是9600不是386800 我覺得 第一個原因就是 我們去看到Solar Glass的趨勢 比較明顯 其實你見年終已經開始 比較容易看得到 近期你見到 由於十四五規劃底下 全部的 新能源的名字都移動 可能我們慢慢投放多些資源 看得密一點 其實阿桑也很忙 有時候我們都要調配一下自己的研究能力 我都不只是看板塊一動就充實去買 你見到我們都會做些功課 有時候都是有先後次序 另外一個原因就是 流動性 你見到 Trading volume 我們作為一個基金都會考慮一下 那個成交量 明顯9600就是 多於368 一月的 暫時來講 當然股票一紅 有多人買買 所以這個都一直變化 問一下怎樣分析行業和一間公司的太空範 很難說 會不會用這個Duel Point 當然會 不過其實 讀書大家會讀 其實我讀書已經是二十年前 例如這個9600 就看看Duel Point Analysis 基本上都不用自己計算 在Boomberg一按就按不到 究竟一間公司有一個比較好的盈利能力 究竟是彎道超車槓桿 只是說margin很好 或者資本調配很好等等 這些當然是基本功來的 我每個同事 即是離開工之前都應該要認識 哪間公司用哪款股值無形 真是無一概而論 一間地產重資本業公司 跟另一間騰訊都很不同 所以 具體情況具體處理 我提到新經濟之下 除了大家看PE 還有GNV 即是貨量 MAU 即是人的量 你問TikTok Global上市是否應該用MAU 其實是否會上市呢 都不知道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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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未開發的市場 你就估計下 未來的市場規模有多大 再加上 你覺得可以定價是多高 例如 Kelvin也有說 你肺癌 你用肺癌 你兩策癌 你一個 就是 市場有多少個病人 每一個療程 現在收到多少錢 這些都是 每間公司 你去計算的一個 即是 猜猜猜猜 Price to sales 尤其在Healthcare上高 就未必合用 因為 很多 如果你做創新 就像剛才說的 101 好像白州神祭 基本上 他很多 他在做的工夫 其實就 在Pipeline上高 即是他未推出市場 可能是一二三期 或者 去到最後 预备批的時間 他未有生意 你怎樣可以用Price to sales 所以就是難一點 那些 那些就變了要 逐隻 主要有 比較 開始 變演的 若物 你就要去逐隻 去推算 OK 我回答了 多謝你的問題 通常 我講過了 問得比較詳細的問題 我都回答得詳細一點 好 接著 NY Yang 問太陽能板塊 OK 美國的JKS 和002459 現在這一刻不算深入研究 所以未必可以回答你 不過 兩者 最大分別就是 成交兩者差很遠 一個A股 一個美股 這個我會叫阿桑 做一下功課 然後給你一個好一點的答案 就不要敷衍你 非常開心 你說上個星期已經光顫了我們 買入了一個司機 簡直是一個無犯的表現 大家如果真的喜歡我們 其實這個方法支持我們 我都很開心 29分鐘 不過也要回答即時的問題 長小事也不要緊 他問科技官是否減遲 我回答了 我沒有 388、99、88 是不是要減遲 我都沒有 業績算不算好 業績出了一段時間 不再重複了 問我Tesla 是340 入回330 然後昨天收市又跌了6% 不過說真的不可以這樣看 我想說Tesla 都挺高位 那次好像插了下來 其實現在都去到440多元 距離高位500元 其實還差一點 今天就有個電磁日 今晚可能都大波動 某程度人們有一定的寄望 如果他會不會令到大家有些失望 都不知道 不過我覺得 隨意而安 我覺得 講講USD index 我猜意思是否講DXY 我猜他的朋友KM 很快地講 我覺得美元是會偏弱的 第一就是引銀子 第二美國 特朗普也很想美金弱一點 使得其他國家去manipulate currency 第三就是 之前我講過 他一直跌下來的DXY 去到923 將波射給別人 歐洲自己搞不定 歐洲自己出來講 覺得強的歐元 沒有很大問題 可能USD應該是偏弱的 當然 這個月 大家明顯看到 WISD 一轉 都會令到USD 動 尤其是現在有很多投機的倉位 私基金加倉 貝殼 我已經有了 昨晚都回調了 如果會什麼價位加 說真的 貝殼這些 其實價位就變了難 因為 認真說 他 都未真正有個比較 sustainable的earning 所以 尤其是股票的時機 都很重要 平時聽你講 向上溝不向下溝 可不可以再詳細一點 其實就不用很詳細 很簡單 輸錢我就不買 所以很辛苦 同事很慘 具體例子 這個向上溝不向下溝會有什麼難度 例如153 我覺得很好 但我覺得 他都偏弱的話 我現在30元樓上買了跌到20多元 我就不讓同事溝 所以 他們都覺得很難 不過 有機會 簡單的口訣 其實背後有很多道理在後面 不過 最簡單的說 總之輸錢我就不會溝 就不會把一個小問題變成一個大問題 當然不是百發百中的 有時候覺得 便宜溝溝溝回上去就很棒 也是 不過 反過來也會產生到問題 有機會再詳細回答 賺Calvin 賺到他一次不說了 IPO加和 Sam可以幫我看一下 今天不回答 金買了 什麼加 我就 我就沒有想這個問題 因為我都買了爆了 我都20%金 所以 我覺得在1900、2000幅會再上升 你自己問 如果你買了200幅 不知道佔你整體的倉位多少 不過我覺得這些位都應該守得住 所以我不會太貪心 即使昨晚你見他單單日跌了6、70元 我都沒有動 最後 Will 問 龍頭跌得金 我講過了 因為SortIndust 多得很強 二線還有一點 是不是 龍頭轉弱同體 說一下你的倉 港股 A股比例 你也有說 現在倉位八成 A股 美股都弱 我們都減了 10%多 相對高位跌了一點 因為我們整體都減了 OK 這樣 這個不知道 要等 微問有差 是不是類似有盈利 這個 明天回答 OK 好了 今天都時間 是不是差不多 好 被人圈了 很重要 33元 好 今天答別那麼多 答不完 不要緊 我明天會再說 不過最後 提一提 也要 我們 9月30日 有我們登現 第四季投資 策略講座 那個登記方法 我同事說 有了 因為好像就給大家一張post 大家不知道怎樣登記 放心 我都很緊張 OK 希望到時見到大家 今天時間差不多 答不完的問題 明天再補回大家 大家就要等一等 不好意思 今天就是這樣 明天再見 拜拜